郭文貴議員 報告院會 在 國事論壇之前向院會報告今天是三八婦女節 我們請委員跟內閣閣員我們一起來掌聲來代表我們對全國婦女同胞的愛護跟支持 好不好 好 另外 因為立法院會幫所有女性立委跟女性的閣員全部準備一束 玫瑰花等一下會送到 好現在開始進行國事論壇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羅委員自強 國會插畫王看誰是冠軍 這個禮拜我進行了14場質詢 也看了幾十場我們的行政官員對立法委員的質詢 那我在這邊要公布啊 我看到插畫最嚴重的前三名 然後看看他們的是怎麼樣的插畫 第三名 陳建仁院長 陳建仁院長的插畫風格非常特別 當立委在質詢的時候他會在旁邊一直講 你外行 你不科學 你不正確 你不專業 就用不斷的用這種所謂的指責性的方式 插畫干擾立法委員的質詢 但這不是最嚴重的 第二名就是管碧林主委 管碧林主委就是反反覆覆 答非所問 然後當然態度比較溫和 所以他只能拿到第二名 來大家猜猜看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就是我們的陸委會主委邱泰山 邱泰山的阿靶在什麼地方 他不但不斷的打斷插畫干擾委員的質詢 最糟糕的是他還說謊 他還搬出不存在的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跟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 我在這邊要跟邱泰山委員講 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就明定 立委有向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憲法沒有規定你插畫權 他竟然說我錯了 他說因為立法院質詢行使法 規定可以急問急答 所以他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我們的質詢時間五分鐘八分鐘 要分他三分之一的時間讓他講 我就問我們的邱主委 立法院質詢行使法有哪一個條文規定 你有誰三分鐘時間 立法院質詢行使法第十八條規定 質詢是急問急答 就是我問你你就要立刻答 我沒問你就不能答 質詢權不管是在民間 在立法院在憲政上 質詢權就是為了賦予我們立法委員 充分監督政府的職能 在邱泰山的口中 竟然是要分三分之一時間給他 然後可以他擁有插畫權 反質詢權 他可以不按照問題回答 他可以不斷的干擾 恭喜你 邱泰山你第一名 謝謝羅委員志強 接下來請登記第二位 圖委員全集發言 從建家園確招牌付 航空城搬遷戶合估 從建家園確招牌付 航空城搬遷戶合估 韓院長 各位立委同仁 還有我們陳院長 以及各部會首長 以及我們各位媒體朋友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自2009年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 通過以來 桃園航空城的都市計畫 歷時15年 面積高達4564公頃 區段徵收更是突破紀錄的 達到3148公頃 為我們中華民國史上 區段徵收最大的開發案 航空城數萬戶的搬遷戶 經過十多年的漫長等待 直到近日 終於等到安置接闊的全壯 陸續到手 從建家園還尚未開工 氣上一磚一瓦 不料卻成為老農津貼 還有國民年金中 老年基本保障年金 的排富對象 本席認為 航空城搬遷戶 為配合國家的重大建設與政策 被迫流離失所 因應期盼準備重建家園 卻因為名下不動產的變動 而衍生之力不服的情勢 最後失去原有勤領社會福利的資格 十兩位合乎人情義理 本席 由衷的希望 我們行政院 農業部 衛福部 以及勞動部等相關部會 聽到 桃園航空城搬遷戶的委屈與無奈 並在下週3月11日的行政院 航空城計畫 專案推動小組的會議中 認真審視類似處域下 執行 排富條款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讓航空城的拆遷戶 多年來所受到的犧牲 能夠得到最起碼的尊重與保障 謝謝 謝謝 謝謝圖委員全集的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三位 洪委員孟凱發言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 感謝剛剛非常暖心的韓國院長 率領我們所有的部會官員 以及立法委員一起 跟我們全國的婦女來至上最高的敬意 孟凱也以國民黨團書記長的身份 向所有全天下最偉大的女性至高 至上最高的敬意 感謝你們 我們無怨無悔的為國家 家庭社會付出 我們一起努力 但我們也要說三八婦女節 我們希望婦女是真真正正的快樂 過去到現在這段時間 又發生了社會上許多重要的議題 讓婦女真的沒有辦法快樂起來 尤其是物價上漲 兩岸緊張 以及現在食安風暴持續擴大 我們真的要問 民進黨政府 你們準備好了嗎 食安風暴到現在越演越烈 尤其是蘇丹宏的事件 兩個禮拜前 我們才記得行政院長 在這邊做八年的食安總檢討報告的時候 當時書面報告寫得信誓旦旦 過去八年沒有發生過系統性的食安問題 兩個禮拜不到馬上被打臉 衛福部長在委員會裡面親口證實了 這個是系統性的問題 那我們要問到底中間環節出了什麼差錯 尤其是源頭管理現在沒有辦法做好 更重要的是居然還推說是國人愛吃辣 所以說很難禁止 拜託請了解一下 蘇丹宏並不是辣 他是食品添加物 而且是非法添加物 也因此現在現在沒有辦法來證實說 到底我們的範圍多廣多大多深影響多全面 政府部門真的螺絲鬆了 再者另外一個部分 萬物皆漲唯有薪水不漲 尤其是現在四月蠢蠢欲動的電價也要調漲 經濟部長也已經暗示了 可能連這一次330度以下的民生幼電也會跟著漲 我們要說電價在漲 並不是每個家庭每個月多負擔幾十塊幾百塊就了事 而是他是全面性的造成物價的上漲 軍不見 淡價上漲的時候 到現在淡價沒有辦法回去了 就是最明顯的道理 我們希望院長真的把國人心裡的話 以及婦女的擔憂記在心裡 最後我要用30秒的時間也要再講一下 昨天中華男主有發表 二十一號禮拜四世界盃亞洲區的資格賽 對上吉爾吉斯 居然不是在我們熟悉的台北田技場的場地 或是高雄的國家體育館 而是居然選擇在男子足球場 而且是下午四點鐘開打 只有千人不到的觀眾席 我們要問 這明明是我們國家的主場 為什麼會去安排一個禮拜四下午四點鐘 上班時間還只有千人的觀眾席 不讓我們球迷進來進場為球員加油嗎 無論如何主管機關難辭其咎 謝謝洪委員孟凱的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 第四位吳委員孟凱發言 主席 今天是婦女節 祝天下的女性同胞 婦女節快樂 也向五十年來的女性解放運動者致敬 你們的努力改變了一半人口的宿命 讓數千年來以男尊女卑的文化徹底的改變 讓女性解開了層層的束縛 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 展現她們的才幹 為社會各個層面貢獻巨大的創造力經濟力 並在政治上展現她們不讓虛美的實力 這麼偉大的成就 來自一場女性解放運動 在這裡 我們也不忘 向當代台灣女性主義的先鋒 呂秀蓮前副總統表達敬意 現代時代的巨倫 已經進入了高齡社會 藏後嬰兒潮都邁向高齡了 這群龐大人口是史上未曾出現的新人種 具有高壽、高能力、高資產 跟過去的老人完全不同 明年台灣正式進入了超高齡社會 2030年台灣一半的人口超過五十歲 2045年台灣的一半人口超過六十歲 但行政院主導的引法政策 依然依循舊思維 讓整個高齡人生欠缺方向 陷入了一片混亂 五十年前老人佔五趴 均命六十幾歲 現在老人佔二十趴 均命八十幾歲 請問現在政府的社福思維 跟五十年前有什麼不同 本席認為沿用老人、引法族、勒靈族等 就稱是一種文化的制約 應該給他們一個新的身份 叫做壯世代 否則錯誤的人設導致錯誤的生涯規劃 錯誤的社福政策導致錯誤的產業方向 本席呼籲各部會必須與壯世代觀點 重新定義高齡者 壯世代有健康的第三人生 長達三十年 掌握台灣三分之二的財富 這麼大的市場 但是整個社會認知系統 卻沒有新的想像 他們需要新市場、新思潮、新社會、新的生活方式 可惜引法成業一直沿用對待5%老弱病窮的態度 來看待這一群掌握未來的壯世代 同樣是大時代的身份認同的變革 女性解放運動創造了女力結起的光輝歷史 長受社會來臨 我們也需要一場高齡解放運動 把原本是一場災難的引法海嘯 轉變為國家發展的動力 謝謝吳委員春城的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五號 林委員斯明發言 國家發生重大事故 全民要的是一個真相 要的是一個公開透明且能解決問題的處理方式 日前驚嚇漁傳翻覆事件 國民黨的立場很清楚 就是支持海巡人員的執法 但是沒有按照執法SOP及相關的缺失 這些問題必須究責 海巡署與海委會在相關事件上的失職 必須被監督 在我國海巡單位規定的執法流程 很明確規定就是要有密錄器的使用 與影像的保存 一方面保全證據 一方面也保護我們基層執法人員 以釐清責任 可是這一次卻發生這樣沒有執法影像的疏失 到現在還是有理說不清 而執政黨更是第一時間就抹紅在野黨 這樣的態度讓人覺得憤怒 過去立法院早已決議 要讓海巡同仁購置足量的密錄器設備 結果在民進黨完全執政之下完全擺爛 後來行政院陳院長雖指示 動用第二預備金2150萬 購置3061具密錄器 但是過去所造成的錯誤 誰該負責 現在竟然還可以大言不禪的撇清責任 為了繼續護航 專業極度的不足 海委會管碧林主委 就是明顯酬庸的主委 民進黨黨團還能是非顛倒混淆視聽 推說在野黨依法監督是違宣亂政 根據憲政者治理設計 立法委員對於行政權的監督是天經地義 這次內政委員會提案要行使 調閱權的對象是行政院的海委會 以及海巡署 並不是法務部 調閱是向海委會調閱相關事故的報告資料 不是向地檢署 立法院依憲法行使調閱權沒有違憲的問題 民進黨的說法真的是魚木混珠 真的是滴溝到菜都非常的不適當 謝謝林委員斯明的發言 報告院會 現在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謝謝大家 現在休息